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过去看到这种传染病疫情事件出现的时候 如果我们搭配股价的反应 大盘指数的反应来看 低点是不是总是在疫情高峰之前就会出现 OK 这块来讲我们要跟大家提到 疫情确实对股市的部分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动荡 那刚才提及了在这两个礼拜 美股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动荡 我们等一下跟大家讲这个原因 应该整体架构来讲 美股这个所谓单日跌迁点 那市场当然会恐慌 那跟大家提到就是说 刚刚就提及资产的这个所谓的风险存在 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新兴市场的风险 一定会比发达国家要来得高 所以比如说我们就是所谓的新兴市场 就是台股的部分 所以如果发现出事 这个资金自然就会回流发达国家 所以美股来讲就会相对比较强势 那这块来讲就跟大家提到 为什么这个2月的时候 美股会可以好像感觉这个中国疫情 跟它没太大的关系 它不断的创历史新高 重点也是这个资金的持续回流 那这一块来讲呢 却在这个过年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谓中国的疫情 从无论从这个新增确诊人数 或者死亡人数来讲 都是持续的一个下滑 那这个所谓的可以确定说 这个中国的这个整个疫情 见到高峰之后会出现一个现象 就是这个之前的资金持续 从亚洲流出的一个状况 有比较明显的改善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亚币的一个部分呢 就在这个2月持续不断的下跌 不断的下跌持续流出 突然从底部开始出现 比较明显的回升 那这块代表什么情况 跟大家提到 如果亚币呢 这个下跌代表资金流出 流出一段到了一个段落之后 开始回升 表示资金又开始回流 那这个现象会造成什么状况呢 就是这个之前呢 从亚洲回流美国资金 会告一段落 那同时会看到 这个美元指数 就从高档开始下滑 那这块就是资金开始回流 只有呢 美股在高档 其实当时 从美股开始下跌的时候 其实美国并没有明显的疫情出现 但是这个高高在上 创历史新高的美股 一失去这个资金的一个 所谓的支撑之后 自然就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崩跌 所以才会出现这个 这个跌千点的一个状况 结果没想到 这个资金流一结束之后 又遇到这个加州出现 这个案例 不知道这个来源从哪来 就再跌千点 所以整体架构要跟大家提到 这个短线来看 美股的一个部分来讲 并不是真的这个世界末日来临 主要还是在这个之前的资金流出现反转 所以这块来讲要跟大家提到 这块要有明显的警觉性拉升 但是在这里倒是不用跟着这个市场出现 这个恐慌的气氛 那所以导致这个美股呢 在跌升之后就出现比较明显的反转 很快自然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指纹的现象 所以整体架构来讲 还是要跟大家提到 目前每天所有看到新闻的部分 几乎都在更新这个疫情的一个格局 那疫情的现象目前来讲 这个整个架构来讲就要跟大家提到 疫情的一个部分 台湾的控制相对比较佳 所以指数的部分来讲 都还是有机会维持一个震荡整理 那中国的疫情来讲 应该理论上目前短时间来看 你几乎不会看到什么中国疫情的新闻 那虽然说中国疫情是最为严重 但是呢 这一块来讲会发现 他们的疫情的影响度 已经持续的一个降低的一个格局 那所以呢 要跟大家提示的就是说 就我们可以从这张这个字卡看到 这个中国的疫情呢 是这个红色的线 等于新增确诊人数的一个状况 蓝色的线是一个入股的一个走势 那你会发现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 入股在跌的一个时间点 在这个疫情还没见到高峰的情况下 但是这个入股就已经见低出现 比较明显的一个回升了 所以这块来讲就是要跟大家提到 目前来讲固然呢 无论从这个日本啦 这个所谓的包含韩国 意大利包含伊朗来讲 这四个疫情失控的国家 每天都有见到这个所谓的新的这个讯息 又告诉大家哪一个国家 又出现失控的现象 但整体架构要跟大家提到 这个过往记录来讲 在市场最恐慌的时间点 反而就会呈现一个比较 见到所谓的市场股市的一个底部 目前短线比较好的现象呢 其实要跟大家提到 就是我刚刚提到四个失控的市场 那最严重而且市场最关注的一个部分 应该还是在南韩身上 可是南韩的整个股价走势 在这一周来讲呢 在持续重挫的情况下 已经慢慢见到底部 开始有慢慢的回升的一个现象 所以呢认为说 持续观察这四个失控的国家 我认为说后续呢 能够率先传出正向讯息的一个部分 一定就是在这个韩国的一个状况 因为很有可能未来的一两周 如果能够随着这个所谓的之前 中国股市来讲 出现所谓的美日新增确诊人数 不要再做创高的动作 那这个韩国的股市 慢慢出现一个比较正向的 一个表现而言来讲 我们认为整个国际股市来讲 应该就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只是说短线来看 这个市场的风险 还是呈现偏高的一个格局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四个这个风险 这个所谓的指数的一个状况来讲 那风险最低的部分 还是在这个债券市场 跟这个所谓的贵金属的一个部分 所以会短线而言 这个风险偏高的情况下 我会跟大家提到 资金还是会持续流向 债券跟贵金属市场 所以大家还是非常保守 是 这短时间来看 认为说这个无法避免的一个状况 所以恐慌债期的情况下 资金自然就会流向 债券 黄金市场 所以认为说这短时间 这个强势的状况 其实还是有机会延续的 所以股市也许不会破底 但是短时间还会受到明显的压抑 所以我认为说短线资金来讲 建议投资人还是可以持续往 这个债券跟黄金市场 下去做这个操作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说相关来讲 大家也许会提到说 这块我好像不是很熟悉 我好像债券的部分 比较少碰 对 少碰 比较陌生 尤其是大家会提到债券 可能都是在美债的一个部分 而且大家以为资金要很大 对 第一 资金要很大 而且人家会想到 我还要这个是不是要 这个换了这个所谓的美金之后呢 对 汇率的问题 对 还要跑去外资开户之类的 那只要跟大家提到 其实现在在台湾的市场来讲 你可以走很多的券商负委托 就可以到海外投资 这一个方法 更简单的一个部分 其实在台湾的相关的ETF的一个部分来讲 其实都有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投资商品 可以给到提供大家做参考 所以可以看到说这个所谓的相关的美债的ETF 这个就纯粹只是台币的一个部分 你就可以直接在台湾去买到这个美债的相关的一些商品 那这个纯粹就是在台股直接交易 每天盘中就有办法做交易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一个月以来 大家这个市场跌的稀里哗啦情况下 那可以看到这个相关的这个美债的ETF 可能人家都觉得债券不太会动 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美债相关的ETF 在一个月之内都有超15%的一个大涨的一个格局 那另外呢 黄金的相关ETF的一个部分来讲 也近一个月来讲 也都分别有8%到4%的一个涨势 我还是认为短时间而言来讲 这个恐慌的气氛可能不会那么快消散 那所以这个避险的相关商品 应该都还是可以持续偏多操作 好 所以针对这种债券啦 黄金的联动的商品 还有哪一些我们稍后如何操作 马上回来 美方张口闭口说对等 实质上是对中国媒体的偏见 歧视和排斥 是美方先破坏了游戏规则 中方只好奉陪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隔空向美国要奉陪到底 美中媒体战又升温 因为美国即2月中认定 中国央视等官媒 是外国使节宣传机构后 最新再拿中国官媒开刀 国务卿蓬佩奥推特发布最新声明 针对五间中国官媒 寄出人员限额 只能雇用100名中国籍员工 但目前这五间媒体共有160名中国员工 相当要裁掉60个人 这些记者或员工如果没申请到新签证 必须在3月13日之前离开美国 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痛批 根本是政治打压 美国国务院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以莫须有的理由对中国媒体 驻美机构进行政治打压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并予以强烈谴责 美中双方一来一往隔空交火 已经超过一个月 起因于美国华尔街日报 二月初一篇评论 批判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 中国要求道歉畏果 竟将三名华尔街日报记者 提出国门引发美方报复 但中国外交部却表示 自己从未对美国媒体寄出限制 中国从未对美国媒体 在华机构和人员数量 做出过限制 虽然中方没有直接管制外媒人数 却有诸多限制手段 北京驻华外国记者协会 周一发表最新报告 指出今年至少有12名外媒记者 新签证时效 从原本的一年被缩短为半年 去年还有高达82%外媒记者 采访时遭到骚扰 美中媒体战恐怕会持续延烧 记者彭岸云 邓邦冠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